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只是那一切就像蜻蜓点水 于是那阳光悄悄的 唤醒了黑夜 我们的爱在 眼过去的相爱 瞬间就像那盛开的水裂 随时那一切就像蜻蜓点水 于是那阳光悄悄了黑夜 爱有台湾的朋友们 你们好 我是告人 我是泉青 我是云安 我是泽谦 刚刚我们演唱的是 《告人的爱在夏天》 这首歌是有披心带味的 想你的作词人潘燕山 也是我哥哥 他自己扣词扣取的一首歌曲 然后因为我非常喜欢 所以就把它发成个单曲 然后这个故事的由来呢 其实是呢 他一位失恋的朋友 打电话给他 他一边讲电话 一边就记录了这个故事 而浓缩出来的一个精华 也算是精华吧 夏天的精华 对 夏天的恋爱 对 我们第一次演唱是到谦哥家吧 对 对 对 谦哥家 然后我自己带着吉他音箱 然后麦克风 我们麦克风 没有麦克风 没有麦克风 然后谦哥打鼓打的小小力 对 不能不敢打 他一直听不到 就听不到 对 有如果说我们在现场 如果说看到我们 把麦克风 往前递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 告人 忘词咯 这样 这可以讲吗 我不知道 这可以讲吗 这样我秘密就出 就出去了 就出去了 对对对 平常说只有歌迷之间就知道 现在我们分享给 L的朋友们 谢谢你们 对 30前后 我希望我30岁可以拍L杂志 成功 我刚好30岁 对 真的很棒 我希望我可以30岁前拍L杂志 又穿KUJI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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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我30岁之前 可以啊 你们说就是我希望的你们 穿KUJI 又拍L 又可以是短头发 对 哈哈哈 这很棒 真的 我觉得我在30岁之前都已经完成了 谢谢 谢谢 我们被满足了 谢谢 我们要继续下一个欲望 哈哈哈 那我们继续下一个欲望 谢谢